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秋天君子兰的施肥 君子兰既能美化家居环境 还能净化空气 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是非常适合室内培养的花卫 那入秋之后天气逐渐转凉了 君子兰度过危险的夏季 再慢慢的恢复生机了 秋天可谓是君子兰的生长旺气 一整个夏天都没有得到营养补充的君子兰 那在秋天换腾的时候 只要往土里加点这个 君子兰就能不断冒芽 好好生长一把 那这个具体也是加点什么呢 用来给君子兰加餐的这个好料 就是我们的菜籽饼 菜籽饼是我们的菜籽 加工之后剩下的扎饼 带着残留的油渍啊 菜籽饼油性啊非常的大 肥力度 君子兰非常喜欢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 不能用当年刚加工出来的菜籽饼啊 最好是用隔年的 不然啊容易烧根 在秋天倒盆换土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菜籽饼啊 碾成粉末啊 直接混在土里 按照营养土 核杀菜籽饼 7比2比1的比例来配涂 菜籽饼在土中呢 慢慢的分解发酵 就能为这个君子兰啊 提供丰富的肥力了 让君子兰蒙涨秋标 或者啊我们有的君子兰啊 就不需要换盆 那不需要换盆的君子兰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肥饼水啊 来浇灌 我们把这个菜籽饼碾成粉末 放在一个瓶子里面 往里面加入水 加入水之后啊 给它摇晃均匀 放在太阳底下发酵 水呢不能装的太满啊 而且平口啊需要透气 不能拧得太紧 这样子大约两个月左右啊 菜籽饼肥水就可以使用了 取菜籽饼肥水啊 上层清液来兑水稀释 大概1比50 每半个月交换一次 我们的君子兰 也可以吞叶使用啊 让君子兰全面吸收营养 君子兰呢就能营养通过 叶子啊越长越肥 花间啊拔拔高啊 开花呢就能开成大花球了 以上就是秋天君子兰施肥的介绍 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 喜欢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关注按钮 我肯定标准备好公司的咸 你这些公司有没有你 我肯定大切啊